你会觉得我刚才拉 是没有很复杂的技巧在这里 其实纯会是记住一个字 contrast 什么contrast 什么对比 所有的你想到的对比 你都应该要放下去 那个乐具里面 譬如如果一首曲是大小聲的對比 可能是Piano 到 Forte 那你可以做的對比是小聲很多 可能是Pianissimo 到 Fortissimo 是兩個P 到兩個F 那這個你就做一個Dynamics 的對比 另外有的對比就是可以 比如說 功速快慢的對比 凡是大家看到有相同的音 記住 中間一定要停一停 雖然第一個音是一拍 但是在拉法上面 我們要拉得比一拍短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拉短一點 你才可以做到一個retake retake 的意思就是 落完之後再落 有很多人看到如果下落 他們真的會這樣拉 記住不要 一定要讓弓離開跳弦 打一個圈 然後這個又是 這次不能做retake 是上弓 那你這個上弓就不要 全弓都有聲 不是整個音都要拉 是 只是佔了上半弓這一部分 其餘的 你是 是有很多空氣在裡面 而空氣之後 這支弓是在哪裡呢 是在弓筋 千萬不要 在弓筋 如果你落點是響鐘弓的話 那你那個音就很難控制了 然後你聽到的這三下 我不知道大家聽到 是 C-Sharp是明顯比D很多 D其實是很小聲的 那你聽到其實是等於有三下 漸細 千萬不要把這三下拉成這樣 即使焚火是這樣 經常都好 我們不會這樣拉的 我們不會 一定是 剛才我們說相同的音要斷開 斷開就是要被弓離開 這條弦 我做了什麼事 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我是最高的音 是最大聲 還有是子宮走得最快 但是我同一時間都是很輕的 我就不會是 你如果子宮快 但是你又不輕的話 那個音就會很實 很死的了 就算你離開 被子宮離開條件也好 那個音色會太 太沒有變化太悶了 應該是 加起來 如果我們慢一點 加起來 即使在一個慢的速度之下 你都聽到有很多變化 差不多每一個音的風格都不同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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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還有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在用功方面是很清楚 大部分你都會看到 什麼時候用下半弓 什麼時候用弓尖 開始的時候是在弓尖 然後這幾下 我們不會在中弓 我們不會在下半弓去拉 一定是 在上半弓甚至弓尖 分回到中弓尖 所以你會看到 盡可能 你要強調的音 一定是用樂弓 以及在下半弓的 我們再看看跟著那句 如果我們照譜上面的節奏 應該是這樣拉才對 但是剛才說是怎樣拉 除了你看到那個身動之外 有什麼分別呢 跟這一種 分別就是 我刻意把短的音 拉到很短 以及很前 用很少弓去拉 這個就是在節奏上面的對比 本身 Dotted Quaver 和Semi Quaver 其實對比都已經不少 但是逢是我們拉Monsard 拉Bach 當我們看到這些 Dotted的節奏的時候 不妨把短的音 拉遲一點 拉遲一點出 以及拉短一點 跟著這幾個Quaver 你看到這份譜上面 的寫法是有點的 在Monsard 在Beathoven的年代 這個點 不是好像我們最初 學小提琴 學Staccato 那樣 不是一些很乾的拉法 其實我們稍微去唱一唱 我們剛才怎麼拉呢 我們都知道是很不自然的 是太乾了 Da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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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會是這一種 它純粹只是說 音和音之間要斷開 但是它沒有說過要很乾的斷開 它甚至也沒有說 音是要長還是短 不一定一定 我們看到有個音 上面有點 就等於短 等於很乾這樣斷 不是的 通常都是要長一點 只要它不是 不是這樣 音和音之間連在一起就可以了 你聽到了 跟著這幾下長音 是很鬆的 動作 你猜不需要Dubato呢 好像Dubato都好聽 但是現在的拉法 我們不會在classical period的作品 用太多的太闊的Vibrato 就是這一種 剛才我說的那種 甚至寧願不要Vibrato 只是靠右手 只是靠手腕去做出來 然後呢 然後呢 記住 每一句的句尾 那個音呢 都要很輕 很細聲 如果 分譜那個音是寫著一拍的話 你 不可以長過一個半拍 甚至要短度 好像一個semicraver 那樣 就是要這麼細聲 它不是真的很重要 最後那個句尾的音 其實不是很重要 其實這樣就已經夠了 不用了 大家 尤其是要留意 如果最後那個音 是一個樂弓的話 千萬不要讓這個樂弓 是有accent 如果你上弓轉樂弓的時候 你小心不要有一個 不必要的accent 越是樂弓 越要提自己 要很輕很輕 對 剛才我說的這些contrast 功速 力度 vibrato 音色 所有這些東西的contrast 大家都可以 是用在平時你學的樂曲那裡 譬如 Suzuki的第四拆 第一首 這裡已經有一個功速的對比了 正常的 但是最後那個音 我們想它之後有多一點 可以能夠響來一點 那我們就要用快一點的功速量 還有 不要快的功 但是不要整個動作都有聲 不要整個動作都有聲 不要 而是 用功的地方 功筋 放鬆 然後用全功的 上半功 最後是輕的 記住contrast 你拉出來的東西 一定會有趣很多 我希望這集說的這幾個方法 能夠幫到你 很短時間之內 即使是拉一句 都可以拉得好聽 至少不會悶 到最後問自己 你想講一個怎樣的故事 如果你拉的樂句 你可不可以告訴自己 是一個開心 是輕鬆 是什麼心情 千萬不要 拉完之後 自己都不知道那個樂句是講什麼 或者有什麼的感覺 好 我是葉小熙 很感謝大家所看 下一集 再和大家見面